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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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我想還沒有說 對市政的重要事情 我相信 我們當市府的政務官 本來就有義務 應該給市長多多建言 那你覺得這個文協會外流 你其實怎麼判 是有人誤意嗎 還是 這個我無法去猜測 但是不是出於我的本意 要把那個資料給外流 我也覺得很訝異 我覺得有點離譜 我覺得市府裡面很多內股 這個部分我不便多加揣測 我是要給市長做很好的一個建議 我是張政務官 我是市政團隊的議員 那麼對於有利於整個市政府的運作的部分 當然我應該要責乳旁貸 做一個適當的建議 給市長做一個了解 那我相信市長 一路走來跟我們一起共同努力打拼 就希望能夠讓高雄市變得更好 當然如果市長被罷免掉 我們市政團隊 尤其我們這個清零有效率的團隊 就不能夠繼續為市民服務 我覺得有點可疑 所以我希望能夠提出好的建議 讓市長能夠知道 所以自己認為市長要講大話嗎 我個人的建議 所以認為市長要講大話嗎 這個是我們去做一個市政的政務官裡面來講 希望能夠市政運作更好 我們給市長的一個建議 但是我覺得市長本人是一個很有寬容 他盡量講叫愛以包容 那我覺得市政團隊 我們要繼續運作下去 我們希望在這個韓市長所領導的清廉效率團隊 能夠繼續為市民服務 所以我們覺得11號在飯店裡面開什麼樣的一個會 沒有啦 那個就是有人在胡扯啦 上班我是禮拜天寫的